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越前罕见的用不够,不够,还是不够,形容AI热潮下先进制程的供应压力,再次凸显其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地位持续攀升。 外媒也指出,台积电市值已占上1.4兆美元,若成长动能持续延续,2030年市值甚至有机会一举超越苹果。 据The Motivate Foo报道,资深分析师KFan Jury指出,目前苹果是全球市值第二大企业,市值约4兆美元,台积电市值则已升至1.4兆美元。 Jury认为,若台积电维持现阶段的强劲成长,2030年市值有可能超越苹果,但这项预测必须建立在台积电持续获得AI与高效能运算市场高度支撑的前提之上。 Jury分析,苹果虽是消费性电子领域龙头,但该市场已趋于饱和。 自2022年中期以来,苹果极有一季的营收成长达到两位数。 尽管,苹果通过股票回购和成本控款,成功推升稀释后,每股收益EPS稳健增长,但其核心业务的增长空间正逐渐受限。 相较之下,台积电正处于AI竞赛的核心地位。 全球高效能,AI运算设备几乎都使用台积电的制程,包括挥达的GPU,博通的客制化,AI加速器等。 此外,还将推出新一代制程技术,预期可在维持速度相同的情况下,将能耗降低25%至30%。 这项技术优势将让台积电能为高级晶片收取更高溢价,持续提升毛利与获利能力。 台积电第三季以美元计算的营收年增41%,与整体市场强劲成长一致,获利也呈现同步扩张。 因此,Jewelry在模型中采用每股盈余EPS年成长40%的假设。 他坦言,这或许看似积极,但若台积电要在2030年追过苹果,这样的成长速度几乎是必须条件。 Jewelry以EPS为基础推估,到2030年底,若苹果每年EPS成长12%,台积电成长40%,则苹果稀释后EPS将来到13.52美元,而台积电将高达57.08美元。 以目前苹果本益比约36倍,台积电约28倍来计算,苹果的市值将达7.2兆美元,而台积电渴望来到8.3兆美元,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新霸主。 值得注意的是,魏哲家日前货班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最高荣誉奖,他在致辞时再度提到,AI时代带动的先进制程需求成长远超预期。 魏哲家透露,E主要客户产品规划与成长预期推算,先进制程产能仍不够。 他还笑称自己原本想穿一件义友No more way for the T-shirt上台, 以半开玩笑方式点出晶圆需求强劲到几乎供不应求,也成为当晚最吸睛的话题。 鉴于AI需求强劲,台积电持续拉升先进制程产能规模。 依应辉达等客户长期需求,不仅南科晶圆厂,权力在增加三奈米产能外, 南科特区也规划在新建三座二奈米厂, 预期在未来三年资本支出上调带动下, 厂务工程、设备与材料等供应链土天同乐。 据悉,目前A16制程唯一客户是辉达, 高雄P3厂2027年量产,依应辉达产品蓝图。 以此推估,苹果进入二奈米世代后, 下代制程跳过A16,直上A14。 供应链透露,三奈米产能的扩增, 系依应辉达产品进入三奈米世代的大单。 增建三座二奈米晶圆厂, 则是调整竹科宝山F20、高雄F22、台中F25及美国厂, F21的制程与产能规划。 从台积电上调资本支出, 加速制程推进,产能扩增计划等显建, 台积电近期三奈米以下先进制程布局蓝图, 以迅速依应客户需求重新调整。 南科晶圆厂方面, 以N4、N5为主的F18A厂, P1、P2、P3、P7等合机月产能为16万片, F15厂则也加入生产行列, 而建制中F18AP9厂则放缓建制, 待处理Penit货量将转至美国亚利桑厂生产。 以N3B及N3E制程为主的F18B厂, P4P5、P6G、P8厂合机月产能由13万片调至16万片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近期初步规划在临近南科, 仍处于土地征收器的特定区, 再建三座2奈米晶圆厂, 依应产能调配, 也同步调整竹科宝山F20、 高雄F22与台中F25的2奈米以下制程与产能规划。 据了解,新竹宝山F20厂, P1、P2以2奈米为主, 各厂月产能约2万至2.5万片, P3厂预计2026年中完工, 制程调整为2奈米与A14制程为主, P4厂则仍在评估中。 高雄F22厂P1、P2以2奈米为主, 各厂月产能也以2万至2.5万片为目标。 其中,P1厂至年底月产能约1万片上下, P2厂则于2025年8月已开始进行机台Muvin, P3至P6也同步调整计划。 其中,P3厂预计2026年第二季进行机台Muvin, 将以A16制程为主, 也就是高雄厂只有P1、P2为2奈米, 其他四座厂都将是2奈米以下。 亚利桑那F21厂方面, P1量产中为N4制程, 月产能2万至2.5万片, P2则是以调整为A厂为N3, 预计2027年开始量产, B厂则改为N2。 P3厂已于2025年4月开始建制, 预计最慢2029年量产, P4厂预计2026年中开始建制, 2厂即为N2与A16制程。 而台中F25厂, P1厂预计2027年第一季进行机台Muvin, 2028年量产, P2厂则将是最先进的A12制程, P3与P4厂仍在评估中。 业者表示, 新竹宝山、高雄、亚利桑那及新增的南科特区, 按量产师程估算, 至2025年底, 2奈米月产能共计约4.5万至5万片, 2026年月产能超过10万片, 在佳季提前量产的美国亚利桑那, AZ厂、P2B厂, 2028年底约可达18万片, 2029年加入南科特区及ACP3厂, 则将达20万片以上。 按整体产能估算, 台积电若预示线美国厂占2奈米以下总产能30%, 势必将持续再扩大美国厂规模, 资本支出未来5年将维持高档。 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本来约达400亿至420亿美元, 先前已重申, 据现有客户需求, 未来几年资本支出不会有大幅度下降, AI需求现阶段仍相当强劲。 近期供应链已传出, 台积电2026年资本支出将大增至480亿至500亿美元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台积A16制程生产据点, 除高雄外, 亚利桑那P3、P4厂也将是生产重振, 其结合奈米片电晶体及超级电轨Super Power Rail。 SPR解决方案已大幅提升逻辑密度及效能。 SPR将供电线路移到晶圆背面, 以在晶圆正面释放出更多续号线路布局空间, 来提升逻辑密度和效能。 SPR也能大幅度降低压降IRDROP, 进而提升供电效率。 相较于N2P制程, A16在相同工作跌压下, 速度增快8%至10%, 在相同速度下, 功耗降低15%至20%, 晶片密度提升高达1.1倍, 特别适用于具有复杂讯号线路和高密度供电线路的高效能运算HPC产品。 总体来看, 台积电先前预期亚利桑那州的六座晶圆厂建制完成后, 将占整体2奈米以下总产能的30%, 但因为AI需求来得又急又快, 以及建制与营运成本、地缘因素等诸多考量下, 台湾新竹、台中、台南与高雄厂加速扩建中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